同学们,大学生活繁忙而又充实,我有三方面的建议。 第一,大学学习压力大,身边的同学很多都是大牛,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? 我们可以slow and steady,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慢慢的,但是每天持续的努力。 别人学习几个小时,你可以多学一个小时,别人不学习的时候,你也学习一个小时。 慢慢的,slow and steady,我们就会wings the race,慢慢的你就厉害了,就像跑步,刚开始很慢,但是几圈以后,你就会忍不住的跑得越来越快,步子越来越大。 学习也是一样,我们要享受当下的学习,不要让负面的情绪内好你的自身,要用心,专注。 我觉得对于人生来说,优秀不是目标,追求不断的进取,发展自我才是。 第二,我们要抵制很多外在的诱惑,大学四年,有的同学学习不踏实,准备不充分,他们每天都是在思考着外面的世界和机会,就好像在努力地捕捉各类的蝴蝶。 而有的同学在努力专注地学习,就好像在认真地借好自己的花园,慢慢的,第二类同学的花园越借越好,将来会吸引很多的很多的蝴蝶,蝴蝶会不倾自来。 所以同学们在大学四年里,要专注于积累自身的实力,保持内心的沉浸,不断进取,为将来的成就做好准备。 第三,要关注你热爱做的事情,你爱研究,你爱琢磨,你爱讨论的东西,很多时候,它们是你的激情所在,要早日地关注和挖掘你的天赋和才能,重视你的内在的潜能,你独特的天赋和才能,或许能填补这些领域的空白,或为这些领域做出贡献,将来达成伟大的事业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